郭多佳 俩 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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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鷹 正里 کے杯 一杯一個 binstellung 好吧 帮我来 帮我来 这么多人啊 我们不会是迟到了吧 没事 没事 真正的大牌都是要最后登场的 你看 先出场的也就是这水平 就这气质 只配代言三流产品 那是 给我们家爽肯定没得比 来 和坐一块 来 和坐一块 干杯 我去跟朋友打个招呼 干杯你了 加油 来 来 来 不好意思 没事吧 没事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了 你看起来好业实话 你别认错人了吧 那可能就是老天爷安排 你跟我在这儿见一面咯 怎么样 会见什么 待会儿 会什么 你要是再挡我的道 我就会让你知道 老天爷还有其他安排 那就得看老天爷 站在谁的这一边吧 不是想找人喝酒吗 我陪你吧 不好意思啊 先生 我们才刚认识 你还不够资格 着急啊 男人通常 不喜欢太上卡子的男人 女人也不喜欢 这么啰嗦的男人 女人也不喜欢 有人说过 你睫毛很长啊 你睫毛很长啊 我 不吃这一套 我们家下季度代言人 不知道有没有兴趣 你说什么 新州最大的 就是新医院 原来是来打小广告的 你别瞎说 我们家是正规机构 全国连锁 广告代言一出呢 大街小小梯的 都是大小梯的 到时候你一出门呢 就跟偶像一样 怎么样 想想是不是都很激动 眼睛要是用不着的话 可以捐给需要的人 眼睛要是用不着 怎么会发现 你这么好看的女人 马克 什么 小脸姐挺帅啊 今天 医生 你怎么在这 你怎么在这 你们认识啊 我同事 马克 马医生好 我闺蜜 婶儿 小脸 马医生 你到底是整形医生 还是外科代 一边是家里生意 一边是个人生意 不过我们家里里歪歪都是动刀子 你有任何需要呢 随时来找我 大表姐 我帮你确诊了一个眼睛有问题的病人 交给你了 今夜的星光闪耀离不开每一位达人 更少不了辜射这一片星空的SG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年轻帅气的VTO 许诚艺先生上台讲话 有请 许诚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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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场拍摄 也非常感谢美丽的达人们 作为SG的合作伙伴来到这里 今晚 你们就是主角 非常感谢大家对SG的信任 相信在SG的加持下 你们的未来不只是网络买首 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 等着你们 许总说的实在是太好了 今天这里是达人们的舞台 你们为我们呈现了精彩的演出 许总 那我们今天也增加一个环节 由我们SG的员工表演的节目 您说怎么样呢 我觉得可以 好 好 许总演一个 许总演一个 我们要许总 对 许总 许一总 许一总 我 许一总 诶 谁来表演啊 可不是你们说了算的 可要让最最爱听歌的人 上台来表演节目 那接下来 请SG的员工 拿出你们的手机 将主页的截图 发送至我们的后台 看看谁的网易云音乐 等级最高 我们就让谁上来表演 好不好 好的 来 请看大评论 经过后台工作人员的惠总 我们得出来的最后结果是 许总与这位夏小姐 并列第一 看来 这位夏小姐与我们许总 还真是有缘啊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运营部的这位美女 夏衍女士上台 有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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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面 要让我们的许总 为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可是我不太会唱歌 不会唱歌 那可不行 大家能同意吗 不 我认为她 是 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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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会弹钢琴吗 你弹舞唱 你怎么知道我会啊 你简历里边写了呀 下面请欣赏由许总跟夏妍 为大家带来的歌曲 加油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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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bewe 亲爱的 sugar 感受 ou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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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G是有付出就有回报的地方 无论是我们员工 还是和我们签约的达人 还是和我们携手共进的合作方 对不起 我真是陪下 你们的鼓励与支持才会使SG变得更狠 好 那我们现在把舞台交给各位达人们 Party继续进行 好的 非常感谢徐总的精彩发言 动情的歌声 总是能够打动人心 看起来一个人vised 她还真只能有一个重 人都是有隐藏性的 而且隐藏起来的那部分 往往和表现出来的 恰恰恰恰 没想到 我们合作的还挺默契 许总 这样会让人误会的 误会 误会什么 你有话可以直说 好 那我今天就直说了 不知道是不是 我之前挥错了意 我还是 跟您纯深一次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而且 我们已经准备要结婚了 看来关系还挺不错的 巧了 我也有事告诉你 那分手吧 他们聊什么呢 你应该不是挑额离间的人吧 咱们也不傻 给文区有更好的小财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简麦碎儿的故事 如果您要没听过的话 就去网上查一查 许总 有空吗 你们先聊 我先去处理一下事情 喝一杯啊 喝一杯啊 好啊 请 夏颜 恭喜啊 恭喜啊 你转正了 怎么样 是不是挺棒的 咱俩特别棒 特别棒啊 夏颜啊 嗯 你刚才和许诚义聊什么的 我看你表情特别奇怪 他让我跟林浩分手 什么 他太过分了吧 他为什么这么说呀 说了什么理由呢 不管是什么理由 他的话能信吗 本来他今天突然给我转正 我还挺感动的 谁知道他 我觉得他就是另有目的 就像大表姐说的 他就是想一步步地 试探你的底线 你到这家公司 应该是他叫你来的 嗯 会不会从一开始 他就恋了我的 那那时候我俩也没见过 金远 可是他今天都这样说了 他会不会变得一下 另一项了 先别慌 你自己留点心 该录影录影啊 我觉得 你还是把这件事 告诉林浩学长吧 说不定 他也能帮你出出主意呢 我再想想啊 有点心 许总 你跟我认识的很多男人 都不一样 我应该把你这句话 当作称赞吗 其实我们很像 表现出来的很多特质 会让人误会 又闻几家 别人都以为 我是个游戏人间 玩弄男人 不珍惜感情的人 可以风花雪月 但不羡慕天长地久 只贪恋一时的激情 因为太快表现出兴趣 总让人觉得儿戏 可其实 我愿意出手的 也都是我动了心的 只是程度不同吧 没想到 你对自己的分析很透彩 而你那些精致而模棱两可的调侃 自信到不可一世的处置风格 也都是表现而已 是别人眼中的你 其实你啊 骨子里对感情保守甚至畏惧 看上去来者不拒 实则是变相的拒绝 只是你这大灰狼的面具戴久了 真遇上个你对人家有益的 我早把人家瞎跑 我早把人家瞎跑 大际等下来 在最大的天后 这段迹将人家看见 好了 这是我的天后 我自此患者 在最大的天后 我最后把她搅拌 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郭岚还在这呢 许诚意也不见了 他不如是被许诚意带走了吧 他要把许诚意给 他这电话里说的不清不楚的 我们去哪儿找他呀 许诚意会不会接着喝醉气不寒爽呀 因为许诚意的微信打一个给他 好 不接呀 来给手 好 这 喂 你可算是接电话了 你在哪儿呢 我们去找你 许诚意走了 好 那你快下来吧 我们在大厅等你 好 好 先别着急了 等到下来再说 婶儿 小祖宗 你可下来了 你急死我们了 没事 好累啊 回去吧 许诚意到底对你做什么了 他人呢 他 他还真给了我个惊喜 你们不会真的 对呀 真的怎么了 到底怎么回事 有必要的话可以报警的 对呀 他不是喝多了吗 他怎么走的呀 夏颜 我都说了别问了 你还要这么直接加间接地问东问西 你到底是关心我呢还是 后悔把人狗手让给我了 我当然是关心你啊 夏颜那都快急死了 你着急什么呀 你是不是着急地想问 我和许诚意是不是借着酒劲 把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 是不是许诚意欺负你了 我找他去 站住 夏颜 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 我们是闺蜜 你向我们诉苦 我愿意为你两肋插刀 收拾个男人算什么 但你真的没有必要 假惺惺地瞒着我 让我变成别人眼中的笑话 我瞒你什么了 还说你怎么了 那我就明白地告诉你们 他反复提起的那个言语可疑行为 骚扰的男上司 根本就不存在 许诚意对你是真的感兴趣 别人扑上去就是热脸贴冷屁股 自找没趣 而这些 我们聪明的下眼怎么会感觉不到 你是不是还挺享受这种 被人追着的感觉啊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不是吗 你这么着急阻止我们 为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明可以一早就告诉我的 一请别人不犯法 没必要这么让 是 你喝多了 你有什么的 夏颜 他肯定是喝多了 你别往心里去啊 我们这么多年朋友了 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大小姐 我先走了 你送海双回去 不用了 该走人的是我 放心吧 你们俩赶紧回去 我送他 好 到底怎么回事 别忘了 我真的好累 好了 回家睡一觉 明天再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我说你觉得录得西什么东西啊 什么也看不到 我看上了的 没有一个我拿不下的 行啊 只要我看上的没有一个我拿不下的 玩的够刺激的 你拿来吧 没看完呢 非礼物是听说过没有 那我还因功负伤了吗 别说 这可可小姐 还真挺拉的 你喜欢 但我就是知道 这肯定不是你的菜 所以呢 你要跟我说实话 今天跟你演出的那个夏妍 是不是就是上次你说要成就的你哥儿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我的好兄弟终于又可以打开心扉 迎接滚滚红尘 我也是了了一桩心血 你想什么呢你 我说了它不是我的菜 少来了学生业 就从我大三年年送女朋友回去 路上被你拦下来跟你搭设 到现在已经八年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 这么多年以来 有多少次像现在这么轻松自策 啥叫搭设 我 我说你这个人你就 你就不能用点类似于 邂逅这种高级店的家啊 少个大马会员 赶紧告诉我怎么回事 我说了它不是我的菜 它不是你的菜 难道说 滚一点去 许诚意 我不是那样的人 你可以 你可以再滚一点 你太过分了 就我直播间主播外间不要固缓 加上自电影设定 还有 调针的问题必须马上解决 许总 占有你三分钟 那先这样 我给你五分钟 首先我要向你道歉 因为我的缘故 让我闺蜜进入了公司的项目 那天派对上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没有及时制止 这件事情是我不对 对公司 对朋友 对你 都欠妥当 但这些事情的前提 是因为自打我进公司以来 你的一些言行 已经严重地干扰到 我的个人生活了 我再郑重地说一次 我 不会 和我男朋友分手 你还可以总结陈词 韩霜 已经离开了闺蜜星球这个项目 不管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 她说都到此为止 她也不会缠着你 所以今天在这里 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承诺 从今以后你我之间 只谈公事 很抱歉 这个我不能给你保证 好 那我只能辞职了 请你批准 刚转正就辞职 你的简历会很难看 我不在乎 反正又不是所有公司 都像SG一样 只看重简历 小地方当然是无所谓了 大公司是一定会看的 就算你再优秀 也得需要一个大的平台 来让你展现自己 我会用能力证明我自己的 不用你担心了 可是你拿着这种简历 恐怕是连一个面试的资格 都拿不到 如何证明自己啊 你这是在毁掉自己的前途 你知道吗 一份如意的工作 确实是人生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身边的人更重要 我不希望他们 因为我工作的缘故 受到伤害还有困扰 许总 如果你真的担心我的前途 就不会让我陷入 现在这种 工作和个人感情 非要选择的递谱 你这是在指控我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完了 请你批准我辞职 然后再让人事部 给我开一份 主动离职证明 不错嘛 你还知道吃一欠长一智 如果你一定要走 我当然不会拒绝 但在你离职之前 你是不是应该先把 手头的工作先完成再说 我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 我手头上现在 没有其他项目 但是你知不知道 秀我平台上要添加一项 比价功能板块 这个任务需要技术部 和运营部共同来办这 我已经指定由你来负责 你先完成这个再说吧 是不是我完成了任务 你就可以批准我辞职 如果那个时候 你还坚持要走的话 没问题啊 还有 在这期间 你不能告诉别人你要辞职 以免造成混乱 好 一言没定 让夏颜负责比价板块 可是 好的 我知道了 夏颜 进来一下 总监 你找我 坐下说 你在面试的时候 跟我说过会让我刮目相看 你也的确做到了 三年来 你是我们运营部 第一个提前转正的员工 你的成绩 就是运营部的成绩 恭喜你 谢谢总监 你能够提前转正 这对你 对运营部来说 都是有好处的 会让你更有归属感 做事情更安心 但对于我来说呢 以前你要是做了什么错事 我还能给自己找找借口 可从现在开始 我要为你做的一切负责 我会努力不让总监失望的 许总虽然兼任总监 但实际上 负责运营部的人是我 你要是出了任何披露 实际承担责任的人也是我 你已经不是这场新人了 有一些规矩你应该懂 越级上报是大级 你应该向我汇报工作 我知道 但我刚刚去找许总 是因为一些私事 上班时间 在办公室讲私事 也不完全是私事 以后我会注意的 尽量不跟许总接触 你要注意的不止这一点 以前你在实习期 末位淘汰制不适用于你 但现在既然转正了 就要随时被评估 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我明白 明白就好 没事了 出去吧 不过是 大概 您可以 威л 家里平白无故多了一套护肤品 无功不受禄啊 不要算 送你也浪费 这什么 东西呢 就那什么明星 长得挺难看的 叫什么来着 想不起来了 他前几天新书发布会 我给你要了一罐 我又不是他粉丝 你给我这干吗 既然你不要 那我就去拿给小蕾 让他送给他的讯息 那些小鬼他们看得懂吗 送给他多浪费啊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送来了 我就勉为请他收下吧 不生气了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了 不小气干吗好像不接电话 我那是在气头上 怎么伤人怎么说 我怎么知道你几个电话打过来 我会不会再说伤人的话 再说 我怎么知道你是想哄我 还是想跟我吵架呀 瞧你吸睛那样 我告诉你啊 我已经准备辞职了 辞职 干什么 我想清楚了 公司那边说 等我忙完手上的项目 就可以辞职了 知道你够意思 不过意思意思就行了 干吗真辞了呀 而且能看得出来你很喜欢这份工作 那什么辞职信能不能要回来 也不全是为了你 就当我跟这工作八字不合吧 我认识你也有六七年了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相信算命的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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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想明白了 工作可以替代 但是我在乎的人 没有办法替代 伤害我和我闺蜜之间感情的人 必须出局 伤害我跟林皓之间感情的人 更必须出局 这次是我过激了 那些话我说出口我就后悔了 根本就不怪你 不过 你那天到底是受了什么刺激 才那么扎毛的呀 又问又问 这么刨根问底 你是不是向妈妈附体啊 你这么说我姨妈 小心我告状去啊 告去吧 总之你别问了 真的不是生你的气 你要实在不想说就算了 不过你要记住 不管发生什么 我绝对不会出卖你们几个 更不会推你们几个出去试探谁 知道了 说起道理来一套一套 真以为你是那什么测出来的 思想家星球来的呀 那你也用瘦测一测 你是来自什么星球的 说不定可以匹配到一个 就把你给收了 我是艺术家星球的呀 看来我就是天生艺术家 那你再试试灵魂匹配 看有没有人配得上你啊 我才不要呢 我害怕男朋友太多呢 我还匹配一个 太多说明没有真正合适的 你试一试 说不定给你匹配一位艺术家 你们就白头到老了呢 我才不相信白头到老呢 看你这一脸春意傲然的样子 最近又有桃花开了 什么桃花 我这就一棵千年不开的铁树 所以你现在穷追不舍的 还是聚会上那个短发女孩 记得够清楚的呀 是不是特别知情 确实挺不配的 我最近呢想了一新招 你帮我参谋参谋 实在没有时间跟你一起吃饭 只能让你请我喝酒 您不介意吧 当然不介意 您喝 我负责开车送你 我就入山上的酒店 不用开车 那 那我陪您喝 算了 不想喝就别喝 反正您又不像我 不需要接酒小丑 郝总 有什么愁的 能不难过吗 结束的不只是婚姻 朋友事业全没了 也不是全没了 不是还有我们这个项目吗 现在这个项目只是替别人搭桥 我没有自己的公司 很难揽到大的生意 那就再成立一家公司啊 以你的能力 新公司一样可以风生水起 成立公司 在哪儿 哪儿都可以啊 比如新州 你有这么多人脉 成立公司绰绰有余 你希望我留在新州 你希望我留在新州 也不一定是新州 深圳上海都有那么多合作过的公司 就看您想待在哪儿了 我想留在哪儿 你猜不到吗 你猜不到吗 许总 这么巧又见面了 郝总 没想到在这儿能遇见你 来出差 我的事你没听说 我听说郝总重获自由 恭喜啊 所以过来见个人 说不定就留下了呢 这儿是你许总的地界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 郝总你谦虚了 你人脉这么广 到哪儿不都是你的住场 对了啊 对了啊 许总 介绍你认识一位 我特别看好的青年才俊 这位是一天公司的销售主管 林浩 这位是SG的首席技术馆 许承意许总 呃 这里是 哦 马克 许总啊 不仅是SG最年轻的高管 而且在新州 甚至是全国 也是及时水平 最过瘾的CTO 你以后要多多 向许总学习啊 许总 你以后也得多 给我们年轻人机会 不错 嗯 多多了 好好试用点 呃 我该回去了 你们继续 慢走啊 嗯 拜拜 嗯 你这衣服上都什么味啊 除了烟味就酒味 还能有什么味啊 那你下班回来 就把衣服直接塞洗衣机里呗 那么懒呢 忙啊 每天都很忙 我昨天晚上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 你怎么都没接啊 谈生意 陪客户喝酒 回来太晚了 就没给你去电话了 怕吵醒你吗 哈哈 我有来坐 都没有给你进去 咖啡 就看了 你这只的 来 家里来过女同事啊 没有啊 我这儿就是个和尚庙 只为你开着嘛 这是什么 这不是你的口红吗 这不是我的 这是从你衣服里面 掉出来的口红 我衣服里的 怎么可能 我给你男的 我又不用这个 用这个干嘛 涂嘴上当小丑吗 还是 当其他的什么东西啊 林皓 我很认真地在问你 今天怎么了 我没什么 我就想知道 这到底是谁的口红 为什么会出现在 你的衣服口袋里 生什么气啊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你别告诉我 你是买来送给我的 而且还是用了一半的 夏严 嗯 你最近太累了 等你忙完了 我们去旅游吧 我昨天晚上给你打电话 你为什么没有接 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吗 我昨天在外面 陪了一天的客户 手机没电了 你先走 别碰我 你去哪儿啊 先别着急 我慢慢说 我就是想不明白 她的衣服里面 怎么会掉出一身 女人用过的口红 我有点害怕了 好了 自己先别乱想 你跟林皓 三年的一滴恋都过来了 怎么现在反而不自信了 我不是没有自信 我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我看到那只口红的时候 我的心 就好像有一只猫 我一直在脑 我的脑子里啊 就一直出现 那个姓许的 跟我说的那些 奇奇怪怪 让我分手的话 然后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就质问林皓 冲她发火 可我明明知道 林皓她那么好 就算我那样无力取闹 她还是会包容我 她还担心地问我 是不是工作太累了 压力太大 一想到这样 我的心里就特别地难受 你现在想要解决问题 那咱们首先 就要把问题弄清楚 到底出现在哪儿 不管是那个姓徐的 对你莫名其妙的态度也好 或者是那个 让你失控的口红也好 咱们都弄清楚了再说 好吗 夏严 你去哪儿了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 你都没接 急死我了 是我不好 都怪我 让你误会了 找到口红的主人了 我在北京合租的室友小强 他女朋友放到我们公寓的 我回来前打包行李 不小心可以捡到衣服里了 好 你看 这聊天记录 这个 是她女朋友的照片 你要不信的话 我可以给她打电话 你亲自跟她确认 好了 好了 收起来吧 好 我知道 这段时间你忙坏了 等你忙完了 我一定带你去屋证忙吧 收起来 好 好 你不得要先好好休息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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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关一下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谢谢啊 我找向医生 什么事 向医生 给我看看 你是 霍凯吗 向医生 霍凯 不得做小事检查一下 疼吗 疼吗 不疼 这样呢 不疼 疼疼疼疼 怎么受得着 牙壁上开了一束野百合 我觉得特别美 就想去闻一下它像不像 结果不小心就摔上去了 还好不够 陪你来的人呢 我有问题要问他 我的老伙计陪我来的 晓月 家人和朋友呢 我家人朋友都在国外呢 他们来不了 你想干什么呀 我去拍了个片 他们就让我来找你了 医生已经这么重了 还一个人瞎溜的 只会让人伤更重 医生 你能不能别那么严肃啊 你这个表情 我觉得自己好像就要瘸了 骨折 尽快住院安排手术 病理 晓月 住院单 晓月 住院单 你这个医生 不一般啊 怎么了 别人如果知道我是因为一朵花而摔伤的 肯定觉得我神经有问题 但你好像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对每个人来说 人生的意义都不一样 闻一朵花 就一只猫 甚至是摘天上的月亮 只要不影响他人 都是无可非议的 好 等着吧 着急点 看来 即使住院也不无聊了 这世界一定还有希望 好 唱得真好啊 我 我说过他了 他没听 肖医生 你要不要点首歌啊 病房是公共区域 你这样会影响到其他患者 对啊 不对 我是以小林的要求 她要听歌 病房又没有无限 我不正好有把旗子吗 先生 你也会打啊 我可以帮你调一下音效 好了 现在你没有了 你刚才也听我唱歌了呀 没有打断你 是因为这样也会影响到 听歌患者的心情 可是 有什么 出院的时候 到办公室来找我拿 好 小林 以后要听歌呢 就让这个大哥哥清唱给你听 不然会影响到其他人呢 明白吗 好 我知道了 向医生 小熊 跟小林回去吧 好的 你还主着干吗 还不回去 有一家美容医院 哦不对 是整形医院 整形医院的形象代言人 是弟弟爸爸 弟弟爸爸 快快快 来了 来 说说说 准备好了吗 好好议 别紧张 好的好的 爷爷这是我们医院 好好看一看啊 向南 爷爷 向南 向医生 老跟您说的那个 好 向南 我爷爷刚从美国回来 没几天就生病了 肿瘤可的同事说了 让我问问老爷子 还有什么医院未了 赶紧替他去实现 让老爷子 踏踏实实地走 这个忙 不定帮 这么多年真是没白处啊 好 爷爷啊 你还记得我小时候 学术学的事儿吗 我小时候啊 我就是拔着您的胡子 一根一根数数数数出来的 小数我爸 总拿 割双眼皮的手术刀 划我的书本 冒杀 他还老罚我鬼冒杀 啊爷爷 跪得我两个膝盖啊 全是小骷髅眼儿 您还记得您是怎么教我的吗 您拿咱家龙兄用的硅胶 给我垫膝盖底下 谁让咱家就这东西多呢 是吧 咱祖孙俩啊 一样做 爹爹啊 我知道 你跟我爸的教诲 我真的没法做到 你说我这是不是不孝啊 知道孝道啊 就冲我还能够喘口气 赶紧把孙媳妇啊 给我娶回来 哎呦爷爷啊 孙媳妇我给您找好了 就等着他叫爷爷呢 爷爷 驚喜 怎么是你啊 我问你啊小楠呢 我来会会你们祖孙俩 啊 爷爷 不是他 别理他 我问你啊 不上班吗 这你就管不着了 还是多关心关心爷爷吧 爷爷 嗯 你这胡子 结不结实啊 不假 真的 什么什么什么真的 去去去去去 哎 这么大老头你也不放话 动手动脚的 懂不懂尊老爱幼啊 我对两个骗子 我用得着尊老爱幼吗 一个小骗子带来一个老骗子 嗯 我刚听半天了 没打315投诉你们 算你们幸运 我告诉你 讲话呢 是要负责任的 谁是骗子 爷爷 我问问你啊 你们家 今年的整齐医院 代言人是谁啊 呃 是那个那个 那个下巴很尖 眼睛很大 那个谁来着 哎呃 哎呃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 哎呃 不是 还有剧本呢 挺专业啊 生输了生输了 没背书啊 嗯 哈哈 不是你还生输了 我走了啊 嗯 我帮你把车子还了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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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 哎 哎 我们家大表姐你就别打主意了 就你这种不靠谱的 在我这关你就过不了 我靠不靠谱 用得着你操心吗 嗯 你胡说八道 向南就能信吗 你是真把别人当傻子 还是自己就没脑子呀 你 你什么意思啊 就你这浮夸的演技 大表姐早看出来了好吗 你没看人都不搭理你吗 姐姐我送了 你说吧 怎么样你才能疯我 别动歪脑筋到大表姐头上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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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 蓝爽 你今天什么事了这么开心啊 今天收拾了一个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二货 谁啊 你小心又惹上桃花债啊 我才看不上那二货呢 就是那个 大表姐的同事马克 你们记得吧 他今天找了一个老头子 出演了病重爷爷苦求孙媳妇的苦情戏 谁啊 来 来了 哎 小杰 你来了 怎么跑得一身汗 你怎么介绍一下啊 你那婚结不成了 我看这是谁啊 他弟 我要是不去他公司我都不知道 还成天说他忙 一会儿出国一会儿出差 还吹他多喜欢你多喜欢你 其实你俩早都掰了 赵小杰你可真会撒谎啊 把我们全家人都蒙在鼓里了 怎么跟你姐说话呢 我们赵家人说话呢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姐经历这事多伤心啊 你怎么不挨慰挨慰她呢 她经历什么经历 她怕伤心她别分手啊 她需要关心 我爸妈就不需要关心了 不跟你说这些走 你拿着去就拿着说 是你说的要结婚吧 钱也借了 房子装了 洗酒订了 请帖也发出去了 亲戚朋友们也都通知了 这个时候你说不结就不结了 你让爸妈的老爷往哪儿放 我不是不想跟你们说 我是想等 你等 等什么 等着把咱爸妈都气死了 赵小杰您怎么能这么说 金叔咱们不说这个 现在你跟着我去找他拍礼道歉 这事还有会儿 干吗给他道歉啊 肯定是他犯了一屁事吧 人家惹生气了呀 不干他道歉吗 赵小杰 我告诉你 刘雨明他已经结婚了 就算他没结婚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他在一起 你听明白了吗 结婚了 不是人留一名多好啊 要模样有模样 要事业有事业 你呢 就是一个大学的助教 你找这么个人 你有什么不满足的你 你真的是作案 你哪儿来的小杜光 跟我在这儿撒眼 我是不是要给你脸了 我刚刚就想出来 出去 凭什么我出去 这就是我姐租的房子 你姐租的我的房子 我是房东 你看什么看 你姐给人欺负到家 你不是心疼 你爸爸认刘一鸣那畜生当姐夫 论丢人你是天下第一 看什么 滚 还看是吧 我跟你说今天我 快快快 你别给我怕你我跟你说 谁啊你呢 臭你阿门 你再闹一下 你别拦住 赵小蕾你不会教弟弟 我替你教 你算了吧 来我家闹 来啊来来来来 我给你一起去 好 你呢 咱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